肾脏是人体的生命活水泉源 而人体各个器官会互相影响或服相依 肝衰竭也会引起肾衰竭 这就是所谓的肝肾症候群 肝硬化到了末期会有四个并发症 一个是阿摩尼亚会变很高 会造成肝昏迷 一个是雌激素无法代谢 在男性会造成男性凝乳症 即使男性也会变波霸 一个是肝门静脉会高压 严重会造成食道静脉流出血 一个是合成白蛋白的能力会下降 就造成了全身水肿 负水很多 更严重甚至会引起肾脏的循环不好 造成所谓的肝肾症候群 肝肾症候群就是肝硬化到了末期 而影响了肾脏的循环 甚至有时候会危及生命 甚至会造成洗肾 这些尿毒症的现象 过去对于肝肾症候群 只能靠肝脏移植来救命 但是现在有种新药 这种药过去是用来治疗食道静脉流出血 但是现在可以跟白蛋白合并使用 能够来治疗肝肾症候群的肾衰竭 我们最近有个病人 就是原本肝肾症候群 差点就要洗肾了 但是经由这种新药的治疗 而让他肾功能逆转肾 让他免于洗肾的命运 这种新药的治疗